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新的大中国商会正式成立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明亲临仪式现场 安省确诊一宗人类感染H1N1变种流感个案 过半国人用购物舒缓心情 每年应冲动购物多花费近4000家人 各位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二 欢迎您指示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 我是高航 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新的大中国商会成立仪式 今天在多市中心的西尔顿酒店隆重举行 三百余名家中政商界的嘉宾出席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陈德明亲临仪式现场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张军赛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房力 加拿大外交外贸部部长助理 安省省长麦坚迪等 共同见证了加拿大中国商会的成立 加拿大中国商会于今年4月18号注册 是一家非营利性的商业协会 总部设在多伦多 目前有会员112家 主要由中国在加拿大投资的企业构成 其中涉及金融 信息 电子 交通运输 贸易 能源 矿产 化工 医药保健等多个领域 加拿大中国商会的成立 为中加两国企业的合作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平台 为进一步拓展中加贸易 投资 以及经济贸易关系增加了新的动力 是推动中资企业进入加拿大 并且在加拿大市场顺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安省首席卫生医疗官今天证实 本地确诊一宗人类感染 H1N1变种流感的个案 安省首席卫生医疗官金爱莲医生 在声明中说 患者是一名成人男子 他在与株枝有紧密接触之后身体不适 经验证之后被确定感染H1N1变种病毒 在正常情况下 与动物界出现的流感病毒 一旦感染人类都被称为变种病毒 金爱莲没有公布患者的身份 只是说这名男子目前在西南部一间医院 接受治疗和被密切监察 金爱莲强调 变种流感由动物传播到人类 是属于罕见的情况 而之后经过人传人的情况 同样属于罕有 金爱莲强调这宗确诊个案 没有触发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因为恰当烹调肉类包括猪肉 可以杀死细菌和病毒 他同时促请省民要记住 洗手和注射流感疫苗 是预防感染流感的最好方法 安省进步保守党 今天在省议会提出动议 指控自由党的能源厅厅长 本达利推迟公布有关 取消建造两间发电站的文件 一旦指控成立 本达利将可能被判 妙事立法会 安省的议会今天暂停了一切事物 专门针对该动议展开辩论 本达利的办公室 昨天按照省议会议长的指令 公布了取消建造密西沙加 和奥克维尔两间发电站的相关文件 但是进步保守党和新民主党军表示 文件内容并不是他们所要求的 进步保守党怀疑 公布的文件内容不完整 而新民主党也表示 要求将文件公开 并不仅仅是因为钱的问题 而是担心政府成为自由党 为自身牟利的工具 政府省议会议长米罗伊 对两个反对党派的指控 表达了愤慨 指能源厅已经公布了所有的文件 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 纯属无理取闹 省能源厅昨天公布的文件 主要披露 自由党花费2亿3000万加元 取消建造两个发电站 同时将建造计划转移到新的地点 进步保守党和新民主党抨击自由党 不但论花税金更以此来保住该党 在相关选区的议席 他们还称 刚刚公布的文件都没有经过 当时的能源厅厅长杜杰的签字 进步保守党警告 取消建造两个发电站之后 将来另择地点重建 又要多花费2亿加元 目前还不清楚 这次动议的辩论会持续多长时间 此外动议还要求省议会 重组财政委员会 就公布的文件进行仔细审核 今天清晨6点10分左右 多伦多东区Danforth加Pharmacy附近 一桩在建的房屋发生了三起火灾 房屋复之一具 另外应了至少三种房屋被殃及 不同程度受损 当地居民认为有人纵火 有居民说 火灾发生之前 听到有人从后院跑走的声音 而且到处都可以闻到汽油味 怀疑有人撒汽油制造火灾 被安全起见附近至少8户居民被迫撤离 消防队在清晨7点左右将火扑灭 目前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加息方面的消息 一名男子涉嫌在一宗被失省 1974年发生的陈年凶杀案当中 杀死一名女青年 皇家提警目前相信 该疑犯还涉嫌4宗 发生在美国的凶案 调查卑诗省内陆地区 自1969年以来 至少有18名年轻女子 相继失踪或被杀的 类之公路凶杀案工作的一部分 皇家提警今天在肃理市召开记者会 媒体获悉 经过DNA检验 涉嫌在1974年 杀害16岁青年 Colid McMillan的遗犯 名为Bobby Jack Fowler 该人已经在2006年去世 除了此案之外 该人还涉嫌另外4宗杀人悬案 这些案件发生在上世纪 80年代和90年代 受害者均为十几岁的年轻女性 美国警方在2009年 重新开始调查这些陈案 并且从今年开始 与本国皇家提警 共同调查Fowler 位于卑诗省乔治太子室 与鲁破太子室之间的 16号高速公路 全长700公里 在过去30多年 这条公路附近 接连发生年轻女性失踪的案件 公路因此得名 类置公路 卑诗省皇家骑警 为了调查这些案件 成立特别调查小组 近年来 该小组将工作范围 延伸至另外一个 案件频发的地段 即97号高速路 今天公布的案件当中的 死者McMillan 就是在97号高速公路附近失踪的 加过其他方面的消息 由总部设在莫太华的 一家生活标准研究中心 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 91%的国人非常满意 或满意他们的生活 从省区来看 新斯科社省 奎省和纽芬兰省的民众最快乐 安省 努纳瓦特地区和卑诗省的居民 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最低 而从全国城市来看 多伦多人最不开心 其后是安省的Kitchener和温莎 而在全国居民最开心的 五个城市当中 有四个都在奎省 根据一项 蒙特利尔银行的调查显示 大部分受访的国人表示 会用购物的方式来舒缓心情 而受情绪影响的冲动购物花费 每人每年平均是3720加元 根据蒙特利尔银行的调查 59%的受访者表示 曾经冲动购物 他们主要购买衣服和鞋子 也有人大吃一顿 犒劳自己 调查数据显示 六成受访者曾经因为 情绪波动而导致冲动购物 55%的人 只是因为打折便购买了 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受访者平均每个月 在一些平时想要 但没有用处的东西上的开销 是310加元 BMO指出 如果能够控制冲动购物 这些人能剩下 这310加元的三分之二 理财专家建议民众设定预算 多利用网上工具追踪 每个月的花销 这样有助于减少冲动购物 而存款不足 则有可能让消费者 在面临诸如修房子或失业 这样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 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 在受访者当中 有超过一半的人 后悔冲动购物 43%的人 每月的支出大于收入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 需要靠借债 来弥补冲动购物的花费 如果按年龄来划分 30岁以下的民众 更容易冲动购物 其中三分之一的人 会买一些他们根本就支付不起的东西 而男性消费者 比女性消费者的自控能力要差 但这是由于男性消费者 更加钟情 价格高昂的电子产品所致 根据帝国商业银行 今天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本国正逐渐成为小企业 繁荣发展的国家 根据六月份的调查数据 超过50万的国人 在过去两年开始自主创业 这一数字创造了历史 令人振奋的是不仅越来越多的人 自己开公司 新兴小企业的业主当中 有八成的人说 并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 才自己创业的 本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 和2008年经历了两次经济衰退 当时都造成了大量的民众下岗 但是相比之下 近年来民众有打工到创业的转变 相比几十年前相当可喜 根据目前的数据 15%正在就业的 加拿大人属于自雇 但商业银行结合统计局的调查 结果分析 这个数字在未来还会上升 经济师指出 推动加拿大人自主创业的因素 包括人口增加 科技和网络应用日渐发达 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将服务 外判给小公司 融资方式更加灵活 以及移民增加等 另外经验丰富的人士 也更加倾向于运用自身的人脉 开创自己的事业 但与此同时 半数新兴小企业 在五年之内 也可能面临关门大击 尽管如此 在未来十年 本国新增小企业数量 可能达到15万家 从行业来看 2007年以来 教育服务业小企业数量 增加了65% 医疗保健增加20% 而卑诗省的新增小企业数量 则位居全国之首 占到新增值倍的3.9% 下个消息过后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国际新闻一会儿见 真正的奢华 是低调的华丽 是时间和智慧的精髓 无需张扬 就像王府井商城 存在的本身 已经耀眼到 让人无法忽视 王府井商城 将显地标建筑的经典魅力 引领万景时尚风向 奉献优质人生享受 体验一站式完美生活 详情请指点 905-888-6788 中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蕴含着无限的潜力和机遇 新财富融新闻性和教育性于一体 新财富为家国人士介绍中国的致富机会 这款扩张啊 这个这样的朋友啊 他多半会在这两边啊 会有鲜红的血管 或者是成螺旋状的鱼鳍 往里边延伸 生扎哈 瑶族特有的火麻人 被称为肠道清道夫 对润肠通便 有非常明显的功效 另外 生怀山药七片蘸蜂蜜 也可起到缓解便秘的作用 用英语纪录片的形式 来记录变化中的东方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探讨 东方三十分钟 带领大家探索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欢迎您回到9月25号的 国语晚间新闻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第67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 今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主持开幕并且发表讲话 潘基文在讲话中 表达了对国际上的冲突地区的关注 他主要提及了叙利亚的流血冲突 潘基文表示 叙利亚局势正在不断恶化 他呼吁国际社会 尤其是安理会成员国和周边国家 支持新任叙利亚问题 特别代表普拉西米的工作 同时敦促叙利亚停止暴力冲突 潘基文还指出 以色列和伊朗最近一直在发表动物论 这种论调是危险的 若一以爆发战争 其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分析人士认为 地区安全局势 领土领海争端 巴勒斯坦会否再次要求入联问题 以及可持续发展话题 将成为本届联大辩论的四大看点 在第67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于今天开始 美国总统奥巴马就目前的 反美浪潮 伊核问题等发表演讲 奥巴马在联大上 谈及伊核问题 他表示 美国会尽全力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奥巴马说 毫无疑问 拥有核武器的伊朗 将成为国际社会 无法限对的挑战 它将直接威胁到 以色列的存在 海湾国家的安全 和世界经济的稳定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 会尽一切努力阻止伊朗获得核武 奥巴马同时就近期 中东地区爆发的 反美浪潮发表了看法 他表示 美国政府不认同 这部反伊斯兰的电影 但是以暴力围攻美国 驻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馆 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 美国绝不会退出世界舞台 将会坚决维护民主价值